上次提出一问题 我们通常觉得 其实说男的阳刚 我现在经常觉得我们男的 怂得不得了 这个反倒是女的 你看往往啊 比如说咱就说出轨啊 往往这个女的跟谁出轨啊 我不知道别的男的 但我周围很多男朋友 那个倾向是什么啊 他有可能的话 他不会想见到那个男的 但是偏偏我见到 我身边一些闺蜜啊 一些女孩子哈 他好像就是 较劲就是说 我偏偏要看看 我老公找谁了 他好像不怕见面 这让我觉得 你们心理素质比我强多了 因为我女人不怕比啊 男人怕爱打是吗 男人比较怕比 女人不是不怕比 女人就爱比 对就非得要比一比 其实我觉得这何必呢 因为我觉得女人 是不比不死心啊 而且女人的比 其实你就觉得 从童话故事就开始 就是白雪公主 那个后妈也算她妈了吧 天天就照镜子 谁最美啊 其实就要比谁最美 而且女的你说要见面吧 其实她比的条件是相当局限的 就想比 这人是不是比我漂亮 甚至于啊 我听到的一些女的 就我周围的一些女的朋友 如果她婚姻当中有挫折 或者关系有挫折 很奇怪的 她第一个先怪自己 觉得自己就不够性感 或者说在那方面怎么 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想这个方面呢 她说一定是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 可能男的还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理由 但是你说 我也听这女孩说 女人们在一起就爱比 但是我有个纳闷 就是说 女的都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她这个比 她脑子里有一个客观 就是她会意识到自己比输了吗 我觉得其实 这是一种文化里面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几千年了 男权文化 男性文化下来 她是在怂恿女性 在这种外貌啊 体貌上去比较 去争夺男人的宠爱 她是通常 她是倾向于让男性 去在外面竞争 所以男性会觉得 这个去跟一个男 另外一个男人这样比 一方面是很丢脸的 这个方面 去很丢脸 另外一方面 她其实还是很胆怯的 但是整个文化是怂恿男 女性去比的 女性去争宠的 我就听说过 你们香港那个大刘 刘兰雄 对刘兰雄 你们的偶像 她有一个特点 就是 她的情人说 虽然在 这么撕得这么厉害 但是私下会说 就是 大刘是喜欢我们这样 对 他喜欢我们 这样 就是为他争锋吃醋 我跟你说 这还真的是 要不说这心理素质 咱不但没法跟女的比 有的男的 咱也没法比 你说这个 我想起毕加索 毕加索最有名的嘛 就是 两个 他在那踢 爬梯子上 在画室里画画 有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 另一个情人来了 说你说 你到底要谁 毕加索梯子都不下 就说你们打吧 两个女人 这谁赢了 我归谁是吧 毕加索就在画 她的世界 对 她的谬思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毕加索挺狠的 我就觉得 她说过话 我们中国男人 不可能这么去想问题 她要控制这个女人 她说 我怎么样让这女人 不离开我 生孩子 毕加索的经验 就是说 生一个 我就捆住她 生一个 她就离不开我 所以毕加索就是 她愿意 就生吧 生了你都离不开 而且你看毕加索还有一个 就是说 她有一个老婆 就讲 就是毕加索这种存有欲 能到什么程度 就是她一个衣服 不穿的那个烂衣服 永远不扔 然后有一次 她老婆就把那衣服 看一个工作服 就送给一个园丁 结果毕加索 一回家一进门 看上去园丁 回去跟她老婆 就大发雷霆 就是你想到 其实这不是说是吝啬 这就是一种那种 非常强的占有欲 对 而且连她的画室 就说她从来都不整理 她东西堆满了 就观上 我再开一间 就是那个 我原来有的这些痕迹 她都得在 我觉得她是那种 就处处要留下 她的这个痕迹 帮我在人身上 所以我就说 这个占有欲 今天咱们就是讲讲 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 彤彤 你看我看你的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候看到这个女人 写女人 她有一种 男人觉得 这个看的 这个真眼里的眼睛 都看得到那种感觉 那天我就看你写这个张亮颖 咱就今天说说这个母女 这也是当今社会一大主题 对 你那天写张亮颖 你觉得打脸不打脸 那天你不是还 我记得你文章里有句话 她就说 这一场母女对决 惨烈到什么程度 这将是她们 大概意思就是 将她们这一辈子 都很难化解的 这个冤屈伤痕 对吧 可是第二天呢 我知道我知道 什么情况 你有没有看到她们脸上的表情呢 你有没有观察到她脸上的表情呢 你观察观察 我觉得她妈妈脸上的表情就很尴尬 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当场她们那个粉丝 和她妈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那你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爱面子吧 中国人爱面子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因为她爱面子当时 当初何必报给大家呢 我觉得当初是因为她母亲是在这场 我觉得这场战争里面 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第一 她经济上要依赖她的女儿 第二 她就是在人脉方面 她也无法跟她的女儿相比 她唯一 我觉得她唯一能够跟她母亲相比的 就是她可以用舆论去影响她 因为她女儿是个名人 所以我觉得她找到了她的命门 然后把这个命门一打开 她就发现她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了 我没有这种母女的这种体验 我就问一个二愣子的问题 你觉得母亲和女儿之间 也是两个女人对吧 母亲会嫉妒女儿吗 会的 如果不是 就是亲妈的 不是不是 就是亲妈的 你看张爱玲的妈妈跟她 跟张爱玲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女人 她生下女儿之后 有一种女性的母性比较重 她就特别特别爱 爱自己的孩子 然后有一种女人的妻性比较重 妻性就是老婆的那个那部分比较重 她的重心仍然还是在 她自己的情感 她去吸引男人 所以其实女人还是分成两类 那么分成两类 比如说妻性比较重的那一部分 她有可能是属于冷漠对待小孩 她就对她小孩一点都不关心 还有一种是属于那种 零 我觉得是零辱型的 就是她会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纸牌屋 纸牌屋里 那个第四季里面 就那个女主角的那个老 那个妈叫做黑儿夫人 黑儿夫人就是她临死了 她女儿去跑过去找她 她说你是来搞我的遗产的吗 当然是 最后她以自己的死帮了她女儿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妈妈 她是永远在跟女儿比较 我比你美 我比她腰比你细 我比你更吸引你父亲 就是我觉得有 因为她里面有一句台词 就是黑尔夫人有一句台词 就是说你看 你爸爸有些事情 是不会告诉你的 他只会告诉我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吗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张爱玲 张爱玲 嘉辉是张爱玲专家了 嘉辉有张爱玲的手稿代售 通过人家派 她妈妈跟你是本家 都姓黄 而且你想 我那天看着一个 就是说张爱玲 这是真实的事情 好像她从小喜欢她妈妈漂亮 她妈妈穿的口红擦的也好 衣服也穿的成熟 她喜欢 但是她从小还不是跟妈妈长大 后来她去找她亲妈起来 在香港 她四岁以前是妈妈在带大的 对 但是到后来她就是离开她妈妈了 但是后来她又到香港 她在香港上大学 然后有一个老师对她挺好 你记得吗 老师给了她800块钱 然后她就把这800块钱 给她的妈妈 据说她妈妈当年就住在潜水湾酒店 对 潜水湾酒店 然后她妈妈把她钱放在这一看 女儿孝敬我 女儿说是老师给她的 她妈妈当时就问 这老师对你什么意思 就大概意思 然后好像后来她妈妈就把这800块钱赌输了 对对对 赌输了 你知道吗 就张爱玲这样的人 你知道她会产生多么深的这种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恨 你知道吗 就是说她觉得老师给我一样一个肯定 我把钱给你 你就这样随便的对待 我赌输了 于是后来她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她要还她妈妈钱 她妈妈比如说 你看就像今天中国妈妈 我从小为你付出了多少 这个那个 张爱玲真有点像那哪吒的那种 拆骨还腹拆肉还母 没有 假如你说张爱玲跟她妈妈 我们看小团圆 假如小团圆当然是小说 里面假如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时候 有人研究小团圆 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原来张爱玲跟她妈妈的恨 不如想象中的深 因为到后来她是和解 她和解不是跟她讲和的意思 张爱玲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 特别她经过湖南城那一段等等 她理解 其实有一点出现在 不管是不是张爱玲的身上都是怎么样 当女人到了一个年龄 都像她妈妈 她想法理解 说得太对 不仅是她造型 她的想法 她的观点 原来她妈妈当年 为什么那么的 小妹妹乖 好像不是看着小妹妹的脸 说得对 看哪呢 我看她名字 老婆在旁边呢 我不是叫她出去买烟吗 然后不仅是说身体造型像 而且更是说她知道 好多女性到了一个年龄 明白妈妈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自己小时候 妈妈以前那么有嫉妒心 那么有战有欲 那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那个女性自己也受了伤害了 经历过了 那另外一个小团圆让我们看到了 原来张爱玲跟她姑姑的关系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很好玩的 原来她跟她妈妈不是想象中那么差 不是跟她姑姑想象中这么好 反正只要女人一聚在一起就麻烦多了 对 我觉得这些有些东西是外人的想象 所以我在想 就是你刚才说到 就是女的有的是妻性重 有的是母性重 因为我自己当妈妈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分得那么清楚 或者说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看我女儿 她才三岁多 我不会嫉妒她 但是我会羡慕她有些事情 但另外一方面 跟我自己的妈妈 我就会觉得 有一个阶段 我会非常不喜欢我妈妈的某一个部分 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 我就会觉得她从小 因为对我很严厉 真的会打 我们那一代都 妈妈打女孩 打到尺断掉这样子 哎呦 你太坏了 表示你太坏了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很正常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我当时就发誓说 我将来有小孩 我一定不会打我的小孩 但是我告诉你 就像她说的 就是跟妈妈会 那种循环 我到那个时候 我骂我女儿的那个话 做出来的动作 包括我自己的声音 我都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越来越像我妈 就某一个时刻 你做出来那个动作 整体都是回到了 你原来最痛恨的那个时刻 所以我们讲了 娶媳妇 你要想知道你媳妇什么样 你就看丈母娘 你就看她妈 但也是有循环上 会有演变 我自己会意识到 但同时呢 当你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真不脱这个枷锁的时候 其实也恰恰是 你和你母亲和解的时候 我会忽然理解了 她的不快乐 她那时候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你知道我刚才讲张爱玲吗 你讲这个小团圆里头 张爱玲经常能写到 人与人之间这种尴尬处 比如说 她跟湖南城好的时候 就说湖南城提议 提香钱放在她那儿 其实到后来呢 这个湖南城老是 哎呀 这个找东京西边找借口 好像言外之意 要把这个钱拿走 或者湖南城逃难的时候 就想要这个钱 张爱玲 能够说 我去你逃难的地方去看你 甚至你湖南城找了别的女人 我去给你哭哭啼啼 张爱玲都没把这箱子钱 还给湖南城 到最后 她就是留着这个钱呢 终于有一天 那是不是叫扬眉吐气 光机就还给她妈了 立马她妈就哭了 她妈一下就崩溃了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 女儿在多年之后 像母亲的这么一种 这叫什么 示威 示威 然后必将把妈妈击溃 就是完全击溃 最后这钱也没要 但是就是 她觉得我还你了 你不是说你都是付出了吗 所以 她妈妈最后也想见她一面吗 但是张爱玲就以为是管她要钱 就也没见上那一面 然后还是她 后来她妈妈死了 就给她寄了两个玉瓶 然后张爱玲接到这个玉瓶 就叹一口气说 你看上代人 防我们像防贼似的 以前都不给我们 就是就是她也是那种 冷冷的那种那种语调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那种 这种这种结是结下了 可是要结起来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那这位女作家 张爱玲 还有其他女作家 你们发现吗 所有的母女关系是女作家之所以成为女作家的原因 不一定 我觉得大部分的母女关系都不太好 但你说很难说好不好 因为每一段 不管你是不是作家 你成长跟两代之间 总有冲突 重点是作家 她会写出来 写出那种感觉 因为说张爱玲跟她妈妈 让我想起一位台湾女作家 有一篇文章 她也是学者 有一篇文章 大概标题叫做第五十七页 什么意思呢 OK 她以前写很多文章 里面当然也有抱怨过妈妈 就像你说 妈妈怎么打我 怎么凶 怎么严厉 对妈妈也有很刻薄的评语 然后后来她妈妈老去了 她妈妈生病了 住在医院 然后她发现她妈妈就看她的书 然后她就很担心很担心 不晓得她看到第几页 那个难过 她又不想 一方面很高兴 她母亲看她的书 在病院里面好像临终 还透过她的散文 来了解这个女儿 可是她又怕她妈妈写到她 骂她的 讽刺她的地方 后来她母亲就去世 在医院 然后她去医院 搜寻她母亲的遗物 然后看到那个书 看到那个结业 原来她妈妈是有看到那一页 可是她整个人就崩溃 因为她想象不了 她妈妈看到那一页的时候 是什么样感觉 然后她非常非常的惭愧 自己有笔在手 就像你们写作的人 媒体的人 那是权力 那怎么会我那么用那个权力 来编插一个老人家 老太太 她已经完全老了 没办法再打她了 没有还手的能力 我用我的语言 来这样骂我妈妈 她后来内疚了 内疚了几十年了 那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还有一种 就是是你文章里提到的 就是说那个黑天鹅 那个电影 对吧 那种母女之间 咱们觉得特畸形的一种关系 你可以看一段 你看她妈妈这个脸 做母亲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知道女儿心里在想什么 是吗 你看当那个女儿回答她 nothing 没什么没什么的时候 就是那妈最崩溃的时候 没有 这个里面讲的是 是她母亲说 我因为生了你 毁了我的事业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她最不能忍受的是 她女儿对她的藐视 就是女儿其实在后面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事业 那我问你们 你说这个母亲 就中国式的一般的母亲 她是希望女儿走自己的老路呢 还是不走自己的老路呢 我觉得走不走自己的老路 中国母亲最不能 最可怕的一点是控制 就是包括这个戏里面 就是严重的控制 就是你的 你是我生的 你是属于我的 你所有的我都要控制 所以我觉得控制是很可 但是呢就是说 但你得控制自己的控制 为什么控制 因为在中国人的 这个深层的文化结构里 中国人认为孩子是属于我自己的 是属于我的一个物体 但是呢在国外 国外因为基督教的原因 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 是上帝交付给我 我就是我代管这十几年 然后他还是要给社会的 但是中国人的 有那种深层的结构里面 他认为孩子是我的 是我家的 是属于我的 是我的财产 我可以任意的处置 包括他为什么能打 打得那么狠 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呀 不打白不打呀 下雨天 对吧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嘉宾 这杨枣的 前两天我看来也写一个 张亮颖母女的这个事 他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说法 觉得好像中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强 这个咱们倒都没看得出来 是吧 我觉得美国人家庭观念强 但是后来他讲啊 非小通当年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呢 是乡土社会和非乡土社会 对 乡土社会 咱们当年都是农民嘛 对吗 乡土社会表现出 代际关系为核心 对对对 母亲和女儿 这个是核心 对对对 但是西方这种 非乡土性的关系呢 是夫妻俩是 核心 咱们俩是 核心 最大的这个核心 你这前一阵 我碰见一个 我们的一个朋友 也是个文艺界的人士 他呢 就再婚了 然后他前妻生的儿子 要这个结婚 他就跟我说 他跟他儿子较劲 他就说 他说他儿子 就是说 结婚 他要按说让他去 他说但是 他不尊重我这个 后娶的妻子 大概因为当年受过伤吧 对对对 然后这老爸 我发现他想的明白 他倒真不像中国 这乡土社会的 他说 他刚刚信了基督教 他哥们现在信上帝了 信上帝了 上帝说爱就是一切 是吧 什么爱 他就是说 你儿子跟我再亲 我姥姥跟我过的不是你 而是你后妈 所以你要不尊重 我今天的妻子 我还就不参加你的婚礼 你看他是这么一种 对 我觉得当你说 控制这种代际什么也好 其实我觉得 做父母的本性里面 不管是中外 其实都有的 但你怎么一个控制 或者一个社会 赋予你的这种规则是什么 就我前两天 也是在香港去参加一个婚礼 是一个香港女孩 跟一个德国男生 他们俩交往 大概有快十年了 就也一直没结婚 我碰到他 就是这个德国男孩的 这个父母 我说 那你今天应该特别高兴 他们俩终于结婚了 然后他爸说 I hold my tongue 说我十年了 就是咬着我的舌头 我不敢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嗯 嗯